大家好,我是小杨 最近一段时间网上谣传大陆将中断ACFA ACFA是大陆与台湾方面会谈的一个最重要的协议 如果中断了ACFA,那也意味着会台政策的终止 大陆的网友一直对此非常不满 我们这些年不停的会谈到底得到了什么 越来越多的台独分子修改课纲,篡改历史 然后不断的叫嚣,辱骂我们大陆的人 就说农产品海南的香蕉,广东的菠萝 这边的农民都快卖不出去了 还要大陆人组团去台湾采购 要解决台湾的农民卖水果的问题 然而台湾的这些水果质量一般,价格还贵 他们把好的卖给日本等国家 那不好的水果就硬塞给大陆了 台湾农民自己说的话,看看新闻 只要看起来像个菠萝就卖给大陆了 台湾的农民是最支持绿营的 我们这样做到底图个什么呢 大伙早就期盼着阿克法中断了 至于真断还是假断 我觉得是真的,原因如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已经放进了台湾的三种水果 虽然量不大,但是它开启了一个开端 就是开始逐步的收紧对台的政策 尤其是会台政策 以便看看台湾方面的反应 我们都看到了台湾那边各种无耻的嘴脸 好像我们欠他们似的 真是应了那句话 伤米恩,抖米仇 说什么大陆这边市场要为台湾开放 那台湾的市场你怎么不对我们开放呢 你们对大陆的农产品都不开放,对不对 自己好处占尽,坏处作绝 反而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我们 反而装出受可怜的被欺负的样子 真他妈的是当婊子还要立排放 我们完全看出台湾这边是什么样的反应 一副小人得志,一副无耻嘴脸 不仅绿阳无耻,这个蓝阳也很无耻 当然也有人站出来说几句好听的话 本质上还是想继续保有会台政策 无非是想要弥补我们这些话 你们早怎么不讲呢 你们现在说这些话就是自己觉得理亏 想继续占便宜 你们这是占便宜没够啊 大陆这边充分的看清楚了这所有的动作 第二个就是拜当要表态了 要协防台湾 拜当的这种表态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样子话 你看把台湾这边兴奋的 鼻涕炮都快出来了 台湾买了不少武器 美国要协同台湾 美国帮助他们打仗 解放军不敢当路的 台独这么叫嚣的话 很容易激怒解放军呀 到时候你们又不敢开火 不就等死吗 绿阳说这是大部分的台湾民意 充其量不就是2300万台湾人而已吗 还不都支持他们这种胡堕非为 那么我们这边还有14亿中国人的民意呢 至少13多亿都是希望尽快两岸统一 所以最近我们把那些台独列上清单了 正所谓 别看你今天叫的欢 小心日后拉清单 台湾通过阿克法每年赚大陆1000多亿美元 台湾每年的国际贸易逆差500多亿美元 每年这500多亿来自中国大陆的顺差 就是台湾的经济的外汇存底 说白了就是靠大陆这边养活了你们 从贸易结构上讲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第三个就是蔡英文前一段时间的讲话 什么四个坚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互不隶属 这是在不停的触犯了底线 在不停的挑衅大陆武统的决心 在国际组织上不停的煽动这些东西 企图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其实这个东西很消耗大陆的外交资源 因为我们经常拉着很多的国家 来表态一个中国原则 表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种表态不少老外嘴皮子动一下 那么简单吗 是要给实实在带利益的 当年太阳花把福贸货贸给反了 其实在签福贸之前 韩国就非常的反对 认为不应该给台湾多余的邀惠 他违反了我们之前和韩国商量的自贸区 但是今年元旦 阿塞伊普签订了商校了 东南亚的十国加上中日韩 再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 这十五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大的自贸区 这个自贸区里面有各种税费的优惠 这个时候形成了还台湾经济自贸区 台湾可不在这个自贸区内 大陆这个时候如果还给台湾优惠 那么显然不符合阿塞巴贸易的原则 所以阿塞巴中断也就有了他的必然性 现在断了也只是刚好而已 得让这帮绿蛙们品尝一下 社会主义铁拳的厉害了 还是那句话 好日子还在后头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